字幕字幕 by 美娅 Hello! 大家好! 很多謝大家一個來看我的影片 今次這一段影片 我集合了自己去旅行的影片 因為我想和大家分享 怎樣可以不再拍孤單 學會怎樣和自己相處 其實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好開心的 無論你現在有伴侶 甚至乎是有些朋友可能剛剛失戀 你覺得很不開心很孤單 我自己在內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很寂寞 但我覺得真的不用急 因為我相信你們每一位都值得幸福 而且我覺得我們最終一定會找到一個人 我反而不會減生急著找一個人陪伴 其實這段時間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花點時間在你身上 了解多點自己 陪伴多點自己 而且其實真的有很多好處 你看到這段影片你就會明白了 一個人去旅行之前 由執行李、唱錢到買電話卡 各種的淪心事都是要自己一個人包辦 從中就可以訓練到自己沒有那麼大頭黑 因為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你忘記了東西就沒有人幫到你了 個人變得沒有那麼依賴 我覺得是逼出來的 可能很少人知道 但其實我中學時期在Hollister做過兼職 所以我摺衣服是有一手的 最初為什麼開始拍YouTube呢 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看 平時我被自己放假的時候 我就是會用來看YouTube 當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不用跟別人說話 然後可以播YouTube 好好地努力一下自己慢慢享受 這件事對於我來說是非常之減壓的 當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遇到一些什麼不懂 你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因為不會有人幫你 酒店那裡有這支這樣的 不知道應該是不是白酒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不太懂這些 但我看到我很想喝 完全是 我其實一次都沒有試過自己開 這個時候YouTube就可以幫到你了 我都說YouTube真的很偉大 那是你第一次的距離 你可以用第一次的距離 然後你 返回 接著第二次的距離 第一次 音響 你會知道你會有很好的鋼 就是這樣 我就學會了開人生的第一支酒 當然開酒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但是你會很驚訝 當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迫著學了很多的 生活技術 然後你就會在一些 沒有預料到的情況之下 運用出來 不少不少都有用的 好 謝謝 好 謝謝 有時候你自己一個人 搞不定的東西 因為我剛剛試了 嘗試了如果也不行的話 好 找人幫忙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一個人吃東西 是一件很慘的事 我曾經也會覺得是 不過可能因為是我的職業的關係 有時候我也要拍一些IG照片 如果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在享受這個這麼好飛的早餐 然後又想投放在Instagram 跟你們分享一下 到底誰幫我拍呢 我從來都是one man band 除了有時候媽媽幫我拍 之外 不是經常都有人可以幫忙 所以三腳架 早就成為我最好的朋友 嘩 還要提醒大家 如果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的時候 記得收拾好東西才好 離開酒店 其實我是因為一次教訓 我學精了 有一次記得又是公港 我竟然把護照 和最貴重的銀包證件 漏了在甲板上 但我已經離開了酒店 最後就要勞斯動眾 叫別人幫我拿回 但因為今次之後 我以後對自己的東西 就很緊張 我就不會再被自己那麼容易扭東西了 又拍又轉 有時呢 即是在做事的時候 你已經要趕著化妝 扮靚 然後就要去吧 你還要拍片 其實是很趕 我每天都會跟我媽媽說電話 因為她是全世界唯一一個 會聽我心的人 因為有時做事很辛苦 每個人都會有辛苦的時刻 當我想發放一些負能量的時候 我知道我媽媽一定會在 還有可能她是我最親的人 所以其他人可能會不明白 很多東西都不明白 但是 因為我跟媽媽 我們什麼都說 我們好像朋友 我什麼都會告訴她 所以她應該是全世界最明白我的 即是拍片要多預算一倍時間 所以我們可能要補回那些 片 快點 我已經不停 跟她說 這裡的女生 每個人都在IG上說 哈哈 你自己又說沒問題 上次問你 大家平時可能看到我很貪美 每次出活動都穿得很漂亮 但其實真實 尤其是我自己一個 我真的不化妝 而且很傻 因為平時經常都要打扮 我覺得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今天出街 算了 反正都沒有人看我了 簡直是時裝災難 很醜 不過舒服為主 那天我自己出去買東西 因為我想買東西來拍一條IG片 這間是Mango 原來在歐洲的Mango 那款是比較漂亮的 我覺得 還有自己買東西 是比較理性的 就是我覺得 因為通常我的朋友會疏擺 我說買啦買啦 不過算了 我那天也買了不少東西 哈哈 所以大家 你期不期待我的IG片 還有一件我覺得很重要 自己一個去旅行的好處 尤其是對我來說 我每次去旅行 我都喜歡拍片 因為有多些題材 可以拍片給大家看 但如果有一個盤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很掃興 難道別人想出去玩 我就躲在家裡拍片嗎 這些都是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才可以做到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萬無目的 在城市一邊走一邊看風景 最重要是 塞在我的AirPods 聽音樂 你知不知道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最不好的東西就是 沒有人幫你照顧財物 所以你去到那邊 都要拿著你的袋子 因為被人偷東西就不好了 我現在在廁所 By the way 誰都要拿著袋子去廁所 We could always feel the beat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a girl like you To come and travel with a boy like me What you call us sing a little melody And I've been waiting for a partner and cry Split every dollar and share every dollar What you call us sing a little harmony 好啦 那這次的分享又差不多了 這個類型的片和平時有一點不同 但我都希望大家喜歡看這次的影片 今次去法國我是非常開心 我覺得我的人又好像成熟了一點 長大了一點 更加會照顧自己 如果這一刻在看的你 是很怕寂寞的 你相信我 你是一定會找到幸福的 單身快樂 YAY 多謝大家今次收看 我會很快就看到你們了 BYE